首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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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各位議員 各位香港市民 昨天我發表了上任後第一份施政報告 主題是穩中求變 務實為民 正如我昨天曾提及 施政報告有幾個重要訊息 香港有優秀的條件和機遇 只要我們掌握得好 香港可以更上層樓 不過我們必須面對 和處理積存已久的深層次問題 包括住屋、貧窮、環境等 急起秩序使市民受惠 第二 香港對新一屆政府有期望 因此我主張政府要適度有違 著力回應訴求 在必要時優先照顧港人的需要 第三 改善民生和發展經濟並不矛盾 兩者不應偏廢 能夠促進經濟進一步發展 能夠動員更大的能力和資源 在各方面改善民生 更要盡力做到人人可以分享成果 今年的施政報告 重點處理經濟發展 房屋及土地 扶貧、安老座藥及環保問題 同時繼續重視其他範疇 包括教育、醫療、文化藝術及體育發展 以及政制及地方行政等都要著墨 具體來說 在經濟發展方面 我在施政報告中 表明政府會適度有違 協助企業 托闊雙機 將產業做多做闊 今日稍後會成立的經濟發展委員會 和金融發展局 會向政府提出發展香港經濟的具體建議 同時政府會加強對外經貿合作 內地方面 特區政府會做好G2G 即是政府對政府的工作 與商務部增設聯合工作小組 完善落實CIPA措施的機制 我們也會在武漢開設經貿辦事處 並且研究在其他多個城市設立聯絡處的可行性 在房屋問題方面 我在施政報告中列出多項短、中、長期措施 既加大、加快、資助房屋的供應 亦都增加短、中期的房屋土地供應 目的是要協助基層上樓、中產置業 使每位市民都可以按它的負擔能力和條件 選擇安居之所 在長遠土地供應方面 我們會多管齊下建立土地儲備 以便日後能夠及時滿足社會各方面的土地需要 我著力處理扶貧安老座藥 在推出每年開支的64億元的長者生活津貼和其他措施之後 施政報告推出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 採用錢跟人走的模式 給長者按個人的需要選擇服務 我們還會增加資助安老宿委 加強長者醫療服務 並且研究向單支傷殘人士發放傷殘津貼 扶貧委員會會定立貧窮線制定扶貧政策 令扶貧工作更加到位 醫管局會增加急症病床 擴大藥物明察使用範圍 舒緩醫護人員流失情況 以及加強急症室服務 至於環保 我在施政報告中 建議預留100億元 分階段淘汰歐盟前期 和一至三期共百萬多兩高污染柴油商業車 並且鼓勵遠洋輪船拍案池 轉用低流柴油 並為此籌備立法等措施 以大幅改善空氣質素 為了對投資環境和自然保育作長期承擔 我建議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注資50億元 給一些環保工作 可以在社區上廣泛和持續進行 施政報告提出多項建議 但要落實 還需要 對不起 梁國雄議員 甚麼問題 問題 規程問題 甚麼問題 因為這是答問大會 他在說 我都問不到 梁國雄議員 你並不是規程問題 每次答問大會 行政長官都會先向本會發言 你不遵守秩序 我又要命令你離開會議廳 Q&A 請請請 多謝主席 我建議向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 注資50億元 給一些環保工作 可以在社區上廣泛和持續推行 市政報告提出多項建議 但要落實還需要立法會和市民的廣泛支持 我重視行政立法關係 上任半年來 今次已經是我第四次到立法會出席答問會 和各位議員交流 我期望能夠和立法會 以及社會各界與民共議 求同存意 建立共識 各位議員 香港的發展近年佔趨緩慢 在競爭激烈的國際環境中 停滯就是落後 落後就被淘汰 我們必須掌握好機遇 發揮香港本身的優勢 加快發展步伐 使香港可以更上層樓 這個對新一代尤其重要 只要只有社會持續發展 青年人才有往上流動的機會 市民的生活才可以整體改善 香港才可以有更大的能力 應付環球競爭和人口老化的挑戰 我明白我們在追求發展的同時 不應該忽略香港的核心價值 我會保障市民的權益 維護人權、法治、廉潔、自由、民主等核心價值 我期待聆聽各位議員對施政報告的意見 最後我想強調一點 昨天發表的施政報告 不僅是今後四年半的行動綱領 更是上乘去年七月起已經陸續公布的政策措施 下接一個月後的財政預算案 以及正在啟動的一系列委員會的工作 一有切實可行的政策措施 隨時會成熟一項再推出一項 向社會公布 而不會等到下年度的施政報告 這個原則既適用於房屋和其他施政範疇 而在房屋問題上適用於供應管理 亦都適用於需求管理 多謝主席 行政總統現在回答議員就施政報告提出的質詢 郭偉強議員 多謝主席 特首先生 現在打工仔有上班沒有下班的問題 仍然未解決 我們整班打工仔等著你救命的標準公時 仍然不能夠落實 看回你的政綱 就說會朝著進行知情和深入的討論 以建立共識和找出未來的路向 但不知道特首先生你記不記得 你競選的時候是承諾我們打工仔是朝著立法方向去組成這個專責委員會 現在不能夠兌現你的承諾 你是不是要我們的打工仔繼續為無良僱主賣命 怎樣保障我們的打工仔能夠得到安穩的生活 在任來能不能夠就住立法去制定標準公時 多謝主席 鄧政長官 主席 有關標準公時的問題 我在施政報告裏面 計劃展開的工作 是比我在政綱裏面要多的 我們向前走了一步 議員如果再在這個位置大聲呼喝 我就要命令你離開會議廳 請大家注意 貴強議員你可以做一個簡短的跟進 特首 你根本就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是問你這一屆會不會朝著立法方向制定時間表 另外回到你的政綱裏面 就是要兌現你的承諾 你究竟有沒有勇氣和決心幫我們打工仔出頭 現在十幾個小時一天怎樣回答 你講了你的問題了 行政長官 主席 我十分願意為打工仔出頭 我過去也都在幾個重大措施上為打工仔出頭 我在政綱裏面的主張是這樣的 跟進現屆政府就標準工時的調言 成立專責委員會 包括政府僱主和僱員代表、學者和社會人士 共同研究推動標準工時、立法工作及涵蓋範圍 關注僱員超時工作的情況和安排 我在昨天的施政報告裏面 是落實了和向前走一步的 主席我要再追問 對不起各位區議員 你已經追問了一次了 請你坐下 但他仍然都沒有講立法 各位區議員請你坐下 張國柱議員 張國柱議員 特首 你的施政報告第九十七段提及 他是這樣說 有意見認為香港奉行低稅率政策 全民退休保障會大大加重 長遠公共財政的負擔 不加稅難以成事 也都提到三方公款的全民退休保障建議 同樣負真意性 而且也涉及負擔能力和持續性等問題 我想問特首 是不是已經接受以上的觀點和論據 究竟政府整體對全民退休保障的態度是怎樣 中央政策組過去多年做了很多退休保障的研究 但隻字不公開 請問政府是否有難言之隱 未來會否全面公開這些研究的結果 多謝主席 陳靖長官 主席剛才將國柱議員引述的那段說話 確實在社會上是客觀存在的 不久前我在報紙那裡還看到 在這方面有研究的學者提出完全一樣的觀點 當然這個觀點不是社會上唯一的觀點 亦都不是政府偏聽的一種觀點 我在政綱那裡 剛才張議員引述的97段的後面那部分 我是這樣說的 我說專責小組會以開放、務實和審慎的態度深入探討 退休保障、客觀分析不同意見 退休保障的路向建立共識 在這個過程當中我希望社會人士能夠用不同的角度去和政府一起探討這個問題 至於中央政策組所做的研究報告我自己都沒有接觸到 我回去會跟進的 張國柱議員 我想請問政府或特首會否公開這些研究的結果 陳政長官 我會盡量公開 我相信中央政策組和政府都不需要隱瞞 這些報告我自己都不知道它的性質是甚麼 在不需要保密的情況下我一定會盡量公開 方剛議員 謝謝主席 特首先生 昨天在施政報告 某程度上你都已經回應了市民的要求 如果在你的房屋方面 你有很大幅度的篇幅已經講了 總括來說 你差不多可以拿出來的地 你盡量用來建築屋 或是公屋或是居屋 但在建築工人方面 今時今日 以現在的環境之下 全部行業的工人 已經差不多全部都有工作 如果你要多加這麼多房屋 建築 你從哪裏找這些人回來呢 你有沒有考慮到 好像我們在機場做的時候 是特行的 專門找些人回來 是專門做這個專項 可不可以申請一些 入口勞工 回來是專門用來建居屋 或是公屋 如果沒有這些入口勞工 你可不可以做得到 你所提議的那些 加出來的房屋呢 謝謝主席 主席多謝方剛議員的提問 香港建築工人不足 確實是一個客觀存在的事實 而且由於建築工人不足 對我們的工程 包括基建工程 造成一定的延誤 也造成建築成本上漲 處理好土地開發問題 土地供應問題 和房屋問題 以至到其他我們 樓房供應問題 我們的短缺 不只是存在在住宅方面 商用樓宇也有短缺 所以下去呢 我們是要 除了分秒必爭 寸土必爭 全民穩地之外呢 我們還是大興土木的 我知道呢 專業級別的人力的供應呢 我們是比較充裕 因為呢 我們可以從外邊 輸入這些專業人才 至於技術人員 以至到一般的 譬如說集工 我們不夠 為什麼解決呢 我覺得我們大方向一定是這樣 就是我們首先要 滿足本地人的就業的需要 而本地的勞動力不能夠 支援我們的發展需要的時候呢 我們必須考慮在外地輸入 建築工人 而在外地輸入建築工人的時候呢 我們不能夠影響到 本地工人的就業和收入 方剛議員 特首想請問你 你什麼時候會知道 你建築工人真的不夠了 你會不會查過了 現在真的不夠 我現在要開始 是要入口這個勞工 就為了 只是為了 用來建築工屋 以及居屋 我想這個你一定要講得清楚一點 在這個問題上 尤其是因為 政府加大力度 興建各種用途的房屋 以及開發不同用途的土地 我們知道這些工程 會是比較大的工程項目 對人力的需求有多大呢 我們會就這方面呢 會向社會有一個說法的 就那個大的理念來講 我在施政報告第三 十三段呢 也都有講到 就說呢 我們要提升那個勞動力 以及生產力 在建造行業呢 那個生產力再提升 不是說沒有空間 但是空間已經不大了 要做到人盡其才 並且有需要的時候 以外來人口補充不足 這個呢 我在施政報告裡 都將主要的理念交代了 陶謹申議員 主席 從我的角度 梁先生呢 因為誠信問題 其實是沒有這個正當性 應該繼續做特首 是早應辭職下台重選 不過我也知道 因為呢 是有些市民呢 是因為梁先生競選期間 開出一些期票 一些承諾 尤其是在房屋方面 是姑且看一看你 第一份的施政報告 看是怎麼寫 主席 其實梁先生呢 過往的十幾年 在行會的召集人 在董生時期 更加是幫他做 這個主要的房屋的顧問 市民是有一些期望 是說 會不會第一份施政報告 尤其是你競選期間的東西 是真的很快可以落實 主席 我的問題是 為什麼你有很多 競選期間的承諾 都一一令到市民落空 尤其是 第一、二年能夠 能夠建公屋 三萬五千個 還有 種種的承諾 你究竟當時 開出的承諾 是用來騙市民 還是 你其實當時 亂說 總之 競選 就先說 做不做到呢 看看到時才算 如果是這樣的話 這本身也是另一個誠信的問題 你成立這麼多委員會 是否只希望拖到三年、五年 然後到時 就說市民 你給多一點時間 我做多一屆 就會 我所說的一百年 一七年所說的 就會先做得成 議員問了問題 請行政長官回答 主席 過去短短幾個月時間 他們已經花了大量的精力和時間 我相信他們身體力行 參加這些工作 他們不會同意 政府成立這些委員會 請他們做委員 就是為了拖延時間 我做房屋問題 自從上任之後 已經有一系列的舉措 也都實踐了我政綱裡面 不少的主張 包括什麼呢 包括港人港地 包括白表 免保地價可以買居屋等等 這個已經是成為 我們今天 生活的一部分 市場的一部分 至於那個公屋的供應問題 我在政綱裡面是這樣寫的 加快完成現屆政府 已公佈未來五年興建的 七萬五千個公屋 把計劃在後期 落成的一半單位 約三萬五千個 提早一年完成 這個目標 我還未放棄 因此 我在施政報告第六十三段 和第七十三段 都有有關的措施 是支持我這個政綱裡面的主張 杜謹西議員 主席一般來說 如果是大方向大原則 沒有理由特首不是做了一個決定 然後那些細節才會在委員會 來諮詢和跟進 譬如你特首 你說一百億 來換了八萬部車 那個細節 你可以在委員會跟進 但是我想問特首 你連大方向的東西 都全部交了委員會 然後跟著之後 那你到底是出來之後 又知不知詢呢 那你如果做得來 那你不是全部都是 一六一七一八才施行呢 議員問了問題 請行政長官回答 行政長官 主席 在施政報告裡面 我除了落實我政綱裡面的主張之外 公屋的供應問題 我還是提出另外一個指標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高 比較重要的指標來的 就是在第二個五年期間 我們將建屋目標 公屋的部分 我們定在至少有十萬個單位 這個也是一個至少十萬個單位 這個也是一個比較大的數 至於接下來五年 即是第一五年時期 我們那七萬五千個建屋 只不過是現在 我們已經有了項目的 那個產糧的總和 而包括我在政綱裡面 第七十三段所講的 那十個措施 裡面可以增加的 接下來五年的 那個公屋的落成量 這個包括我們提高地積比例 包括把一些政府用地 將它改為住宅用地 包括我們將一些沒有植批的 一些荒廢的土地 來將它改為住屋 包括這個公屋用地 因此我們是有信心 在接下來的五年時間裡面 公屋的總的落成量 是不止我們現在項目 已經有了七萬五千個總量 我在施政部那裡 還提出第二個五年時期的 至少十萬個公屋的落成量 這個不是說將個波交給下一屆政府 因為要在2017、18、19 落成 還有後面那兩年 落成那十萬個單位 一定要我們一屆政府 開始做事 找到這些地盤 而開工的時候 可能是兩三年後的事 所以並不是將個波交給下一屆政府 李慧琼議員 主席、行政長官 我非常之認同行政長官 經濟那個部分的內容 政府要有適度有違 將產業做多做闊 行政長官一直強調 和內地的合作 也都多次提到內交工作的重要 施政報告裡面提出多項加強 和內地聯繫 和加設內地住辦事處的數目 增強內地辦事處的職能 也都提出政府對政府這些實質的工作 去幫助中小企拓展內地市場 是得到業界的支持 但是除了行政長官要明白內交的重要之外 其實我們全體立法會議員 都需要了解國家的進一步發展 了解國家最新的各項發展 行政長官 你會不會組織全體立法會議員 往內地城市考察 了解內地發展的情況 我的主觀願望很想 能夠和立法會議員到內地參觀 參觀內地近年高速的經濟和發展 社會發展之後的種種的新面貌 只要條件合適 時間合適 我非常願意和大家一起到內地參觀訪問 李維敬議員 我相信立法會議員都需要多了解內地的發展 因為很多時候問題出自缺乏溝通 缺乏理解 其中一個條件要讓全體立法會議員到內地考察 就是要讓我們的立法會議員都有回鄉政 行政長官你會否協助立法會議員拿回鄉政 尤其是一些已經沒有回鄉政的同事 主席 主觀上我願意盡我自己最大的努力 但是客觀條件是要多方共同創造的 毛孟靜議員 主席 多謝主席 新聞言論表達自由是一個文明社會的基石 行政長官 我昨天聽你兩個小時的發言 就等到最後終於等到七個字 就是並尊重新聞自由 給人的感覺 你在這方面 你在長遠的願景 你完全不在乎 你沒有提到 究竟會不會就 資訊自由法 檔案法來立法 而在實際操作的層面 現在公司條例 以下 所謂說 不准查冊的爭論 你完全當作是若無其事 這個是令我非常震驚 但是主席 我實實在在的問題 就是 講到新聞言論表達自由 最直接關乎民生福祉的 就是免費電視牌照 這一點 我想問問行政長官 你同不同意 現在無線和亞視之間 實實在在 是已經出現了一台獨大的情況 而亦都有有形有實的壟斷 你同不同意 有新的免費電視台 給香港人選擇 是香港人應得的權利呢 多謝 鄧政長官 主席 我維護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 和諮詢自由 至於 剛才毛孟靜議員說的 那個申請 現在進入司法程序 毛孟靜議員知道 有官司在打 所以我不應該公開發表意見 謝謝 兩件公司 我的心看到 這個 兩件公司 才會有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